那个程式贴过来 就这一行嘛 那贴过来之后 其实如果发现红字 各位也慢慢要习惯 因为呢 它会告诉你哪里错 只是说它告诉你的方式 你必须要习惯 而且你慢慢要适应 要听得懂它到底哪里错 首先的话 它出错它会跟你讲说 哦 冒号冒号 后刮弧 按确定之后 它也会停在那个地方 跟你讲这里有错 哦 这里出错 所以这个时候的话呢 你慢慢要习惯说 哦 这个地方错 可是有的时候 它其实是前面或后面错 它会误以为是哪边错 所以以这边来看的话 应该可以看得出来 这边的前后有出错 一般的习惯是这样 我是建议要不然就是参考一下 我云端白板上面的程式 要不然的话 你可能真的要自己要慢慢习惯 以我这边直觉来看 应该是这个刮弧的地方 因为同学常常要不就多一个 要不就少一个 各位可以看一下 Format后面一定是一个刮弧 可是这边多一个刮弧 所以应该错在这里吧 所以有的时候打完程式要再检查一下 一个前刮弧就对一个后刮弧 如果你多一个一定会出错 所以这个把它拿掉 然后呢 Format前刮弧 后刮弧有 然后Sales有前刮弧有后刮弧 这个地方OK了 这没有问题了 再来到这里 这个前刮弧 这个后刮弧 可是多一个前刮弧 所以把这个前刮弧拿掉 那理论上应该就找到问题了 所以其实找那个问题也是 移开的话应该就正确了 没有红字了 所以这个如果执行的话 应该也就没有问题了 所以把这个再把程式这边 再让它弄一下 清除 门号OK了 没有问题 所以应该错就错 多一个前刮弧 这个常遇到的 之前同学常常发生错误的 大部分就是符号 多一个少一个 前刮弧 后刮弧 另外的话Sales这个字拼错 同学好像很常就是少一个Sales 就是这样子 如果你出现这样子 移开 执行的话 它一定会出现这个 但是你有点无厘头 如果以后你看到编译错误 没有定义这个Sive或Function 那表示自打错 OK按确定 他会告诉你 他还会run 那怎么办 请你把它停止 找到错误的地方 把它改正就好了 那一般我的习惯是 打次的话 像这个Sales 一般习惯会打 那个什么 你就打小写 如果你打错次 移开的话 首次不会变大写 OK 但是如果你现在打Sales 这个打对了 你如果移开的话 这个C会变大写 各位有没有发现 所以像我的习惯 我打程式 我一定会打小写 如果我把程式移开的话 假设那个首次没有变大写的话 那我就知道说我这边打错了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 算是小技巧吧 所以你要去想一些方法 反正就避免 程式发生错误 或者是找到错误的方法 那就这个可能每个人都不一样 所以你一定要找一个方法 去去适应 要不然的话 还有个方法 像刚刚同学 这个这个错误 还有一招 就是这个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还有个方法 就是你干脆拿 这个错误的部分 还有一招 像我自己常常有发现错误 那怎么办 我就拿我以前写对的 比如说像这边有对的 我就拿这个对的 直接怎么样 把它Ctrl C 然后直接把它Ctrl V 贴到这个程式下方 这边多一个 这个多一个串 这个end不见了 你就把它贴到下方之后的话 两边一比一下 马上就知道说哪边出错了 其实这也是一招 至于说 要怎么样让你的程式 很快的找到错误点 这个也是将来 大家可能要面对的 这个一个 算是一个需要注意的点 这个点 如果应该算一个坎 这个坎 如果跨得过去的话 那以后你写程式 应该会蛮愉快的 你就不会逃避说 写程式真的很痛苦 OK 好 这个是第一个 我们就把那个问题抓出来了 第二个的话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个都叫做Sub 其实也是VBA VBA的话呢 其实它就是基本上没有跟你互动 它跟我们这个Function不太一样 这个插入哪个Function的时候 你会发现 它会跳出对话的讯息 那也就是说呢 我们需要给它资料 它处理完之后 它把最后的结果告诉你 哦 这个就一个Function 其实很多程式 本身就是Function OK 那只是说呢 有同学问说 老师那将来 我如果不喜欢用这种方式 去做出我要的结果 我希望能够在这边直接插入函数的时候 能够出现一个 比如说叫什么 手机函数之类的 这个函数是我自己写出来 然后完全全我就给它三个资料 它会帮我把结果给变出来的话 那我需要该怎么做 首先的话呢 这个也是VBA 这边 是所谓的Sub 那这边的话呢 就是我们要制定 那当然呢 有没有这样的函数 目前是没有 所以我要把它自己变出来 那怎么变出来 我直接先拿我云端上面 第几页 第15页下面这边 有个叫Function的东西 那你会发现它跟 刚刚Sub最大不一样 就是它是Function开头 Function结束 OK Function什么 另外呢 在Sub里面呢 刮壶是装饰的 这个刮壶里面是有东西的 第三个就是这个Function最后回传的名称 有没有 会传给自己 做完的结果会传给自己 所以几个不一样的地方 可能要特别特别注意 也就是以后如果你要自己写 自定函数的话 自定 自定VBA的函数的话 那你可以写这样子 两者之间的差异 可怕比较一下 那我先秀一下 到底这个地方呢 这个做完之后会有什么样的效果 第一个游标放在12 插入环数的时候呢 你可以看到 如果你有一个Function的话 会多出一个叫使用者定义 也就是说 如果你在VBA里面没有任何的Function的话 那就不会有这个东西 可是如果我刚刚有加一个Function 那就会跳这个东西 叫使用者定义的类别 好,我们来类别 好,这个时候的话呢 我里面有加一个Function 所以这个时候会有一个叫手机的方案 按确定 那因为刮壶里面会跟使用者要三个资料 所以,他这个我把它再再一次 因为他有时候还是要连续的把它完成 插入函数,使用者定义 然后我需要给他三个东西 哪三个东西 上面会有三个参数名称 三个参数名称其实是刮壶里面的名称 这个名称可以英文也可以中文 我用中文 那第一个给这个电信业者 第二个给门号 区码 末码 OK 那你会发现 你只要提供给他三个资料的时候 123 三个参数 他会帮我在里面组合之后的话 得到结果 丢到这里 哪里 你游标所在的位置 这个要return return到这里 按确定 好,结果 那因为呢 在Function里面没有跑回圈 所以呢如果你要重复做的话 可以利用Excel里面的自动填满 点两下就可以 自动填满了 OK 这个就是所谓的 自定函数的部分 那只是说呢 如果你要达到这样的效果 就是 这个跟sub不一样 sub有点像按钮 按钮按下去 自动完成 但是这个Function 变成说你要跟使用者互动 互动完得到return的结果 自己向下填满 这个可能 会是跟这个最大不一样 另外呢 执行的部分特别注意哦 他不是在这边执行 我同意习惯用sub 其实sub在这边执行没错 但是Function 请特别注意哦 不是在这边执行 要在哪边执行 一样跟Function一样 插入函数哦 自己去插入函数 那至于怎么写 我们来看一下 把它清除掉 首先的话呢 如果我要写一个Function的话 第一步 跟那个sub有点类似 只是说那个sub 开头是要打sub 可是 如果是Function的话 那你就要打一个Function 控一个手机 第一步 第二步的话呢 不是特别重要 如果假设你这个Function 假设又背不起来的话 另外一个 第二个方法 如果方法一 直接Function 我习惯用这个方法 但如果你假设 不习惯用这个方法 还有另外一招 插入程序也可以 插入程序 也有Function 直接把Function名称加到这里 手机的Function 按确定就可以 这样也会出现 它会出现什么 不过会多一个public public的共用 当然一般习惯不加也没关系 方法2 再来的话呢 因为Function会是互动的 所以你必须在刮户里面提供给他三个参数 哪三个 习惯是 把南昏名称复制 Ctrl C 直接Ctrl B 中间加豆点就可以了 所以他把这个 因为他这边 不是豆点 所以把它改成豆点 第一个 第2个 那因为我们选完之后 资料会放在这三个参数里 好 那第3个的话呢 最后的结果要回到哪里 回到你 这个Function本身 所以呢 记得 这边的下一行的开头 一定是这个手机 本身的名称 OK 等于什么呢 后面这一串 什么呢 就跟刚刚那个有点像 09 and 再来 09 11 再来 11放哪里 就电信业者 所以呢 我们就把这个电信业者 这个参数拿到后面来 所以呢 我这边 这样看 把他向下拉一点 那再来的话就是把电信业者 串到后面 把它当一个引数 OK 我们 选完之后 资料先放这边暂存 然后呢 再放到这边 让他串接 好 然后后面加成and 一个-的符号 and 然后呢 后面就是门号区 区码一样84 可是我要是按码 所以用format 但你可以打vva 电 format 其实或者自己打format也可以啦 拖揽一下 然后钱瓜糊 然后什么呢 把门号区码 把这个门号区码 放到这边来 逗点 format 3个0 后瓜糊 然后后面的话呢 就是一样的方法 把他and 到-符号 把这边改成末码就可以了 这样的话呢 我们程式 就 大功告成啦 这样的话呢 你就已经制定一个所谓的手机函数 OK 特别注意 最大的不一样就是说 第一个 sub 改成function 第二个的话呢 刮糊后面 本来是没有的 这个时候要跟使用者互动 所以需要 第三个呢 前面接的本来是丢到哪个储存格 这边的话是丢给 这个function自己本身 因为自己本身插入位置刚好在储存格 所以直接刚好就丢到这个储存格里 再来的话就引述三个 OK 做完一样就是 插入这个 使用者定义会出现 然后会三个 一个 两个 三个 OK 按确定 向下填满 大功告成 OK 所以请各位试试看 这个完成的程式在云端白板也有 所以如果你担心写错的话 可以参考第15页的地方 OK 试试看